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就以时尚潮流市场来说,很多人将潮牌只看作是年轻人追求个性的舞台。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市场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不断丰富的,因此越来越多的新兴品牌进入了大众的视野,而那些看似小众的潮流单品也纷纷走入了人们的衣橱。 同样的,越来越多看似怪异,却彰显个性的设计师和艺术家们,也慢慢得到了大众的认可与市场的支持。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位潮流大咖,就是凭借着一个闪电的符号,将日本潮流文化带到世界舞台,它就是李元素教父腾元浩。 笑谈人生,爱恨情仇,大家好,这里是笑爱说鱼。 首先,什么是李元素? 李元素是日本东京都社区神工前到铜区的千驼谷之间一带多间腐蚀商店的总称。 而这里聚集着让你眼花缭乱的时尚潮流,是日本年轻人最喜欢的地方。 这里不仅仅是东京的一个地方,在很多潮流人士心中,这是一种信仰。 而在这里,被称为教父的人便是藤元浩。 藤元浩于1964年出生在日本,他是日本潮流界大佬,是歌手人,是音乐人,是制作人,是设计师。 只要是有幸与他联名的商品,必定会大卖,只要被他称赞的品牌一定会打火。 那他为什么会在潮流圈的地位如此之高? 因为藤元浩改变了日本消费市场的格局,是他将潮流文化引进日本的,也是他将日本潮流文化带至世界的。 同时,藤元浩也是很多日朝大哥们的直路人。 比如BIPE的创始人Nego,Undercover的创始人高乔顿,以及陈冠希也是藤元浩帮助入圈的。 年轻时的藤元浩正处在日本风云病患的时期,恰逢东京奥运会的开办,日本的经济突飞猛进。 同时,也是当时的日本年轻人接触到了欧美文化。 也是受到这样型风潮的影响,藤元浩也玩起了音乐。 那时,几乎所有的日本年轻人都沉浸在这种自有新鲜的风潮之中。 但是,当时的藤元浩却发现,自己与大多数年轻人喜欢音乐的原因是不同的。 他们不知道在播放什么音乐,只是因为流行而去争相追捧。 更不要说这些音乐背后的文化了。 而年仅18岁的藤元浩却在当时勇敢挣脱这种盲目崇拜的舒适圈,只剩一人跑到英国学习。 而这时的纽约正是HIPHOP的黄金年代,而且街头文化也正处于风潮之中。 幸运的他也正是在这时积累许多先进的观念,奠定了实践的基础。 那时的他,凭借着对潮流文化敏锐的洞察力, 让自己从一个玩潮流的人变成了一个做潮流的人。 因此在1989年,藤元浩创立了自己的品牌Good Enough。 他经常以一身基硬出现在众人面前,而基硬向来以玩限量而建称。 同时,基硬又经常被潮流杂志强力推荐,以至于在日本被潮的卖价极高。 但是即便如此,仍然非常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与追崇。 而现在的藤元浩并没有自己固定的品牌。 属今我们所常见的就是他成立的Fragment Design工作室, 标志就是这个被无数潮人与明星上身的双闪电。 作为时尚潮流领军人,他的这个小小的闪电也被众多大品牌争相与之联名。 比如耐克LV,不得不说的是, 藤元浩的时尚造诣已经将潮流文化带出圈, 他依然成为潮流圈的标杆,也成功缝住那些瞧不起潮流文化的人的嘴。 而同时,藤元浩与日本传统设计师不同之处在于, 他敢于尝试新鲜的事物, 由于将潮流元素融入自己已有的观念之中, 不单只均逆于传统颜色与线条的设计, 他运用多样化的设计,在不时时尚的同时, 却又保持着自己对于潮流的态度。 他的潮流观念是这影响了之后许多的潮牌主力人。 陈冠希曾说过, 藤元浩可谓是自己的老师, 他曾建议陈冠希喜欢潮牌就自己去做, 也正是有了藤元浩的鼓励, 在2003年陈冠希创立了自己的潮牌Club, 也因此才使陈冠希在中国潮牌圈有了开天辟地的实力。 但是,最近这个小小的闪电却让藤元浩成为了被全网群潮的目标, 因为近几年的藤元浩到处联名, 甚至有一些联名的非常敷衍, 让许多潮流圈的人们认为, 这个闪电应该背负从身份象征到过渡商业的罪名。 那么这个闪电到底经历了什么? 从日本到全球, 藤元浩所涉猎的领域观察了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这让大家看到了藤元浩与品牌合作的无限可能。 但是,随着有诚意的联名合作数量的锐减, 与其说是合作联名, 而让旁观者看到的却是简单的logo叠加与变形。 仅仅是在原来商品上盖上自己的闪电logo, 设计上几乎没有任何创新的地方, 一双2000块的AJ1, 只因为加印了闪电的logo就是身价翻了近10倍。 因此,这样的联名手段只能让消费者认为是在有一圈前, 难道闪电就一无是处了吗? 其实不然, 现在的闪电更像是一个充满商业价值的象征。 对于藤元浩来说, 闪电logo可能现在已经成为他的恰饭工具, 但是却用它换取了回归音乐创作的初心。 虽然现在的藤元浩更像是一个商人,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听到藤元浩三个字的时候, 不要仅仅想到他恰烂钱的行为, 也应该知道他对日本潮流甚至是世界潮流的贡献。